去年高雄气暴发生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并没有掌握外泄的化学物质究竟是什么 导致最后发生了无可挽救的悲剧 最近环保署在企业的赞助之下 打造一台环境兼检车 未来只要是发生了化学物质外泄 最慢三分钟就可以判定 这一台看起来跟一般检测车 没什么两样的环境兼检车 可是花了1500万元打造 车上安装直谱仪等设备 可以检测高达三四百种的化学物质 更有手提示的分析仪FTIR 可以更激动靠近化学物质外泄的现场 每一分钟就会跑出一笔新资料 大概在比较确定我们可以自己保守一点 是说三分钟就可以大概知道是哪个化物 去年高雄气暴事件发生时 一开始相关人员只能用检汁管检测 特定化学物质 但将方向弄错 以为是瓦斯 后来在还没有测出是丙烯之前 就已经爆炸 将来有这一台监检车 可以第一时间判断 而这一部监检车在澎湖正式启航 接下来要前往各大工业区 另外为了掌控净位污染是否影响国内空气品质 环保署也透过释放高空气球在七百到一千公尺的高度来采样 这次特地也在澎湖东给予设置 希望搜集更多数字 环保署表示 其实之前就发现到沙尘暴来袭时 会夹带大量空污还有微生物 细菌躲在沙尘底下 所以它可能躲过那个紫外线的杀菌 所以它就会产生有细菌的现象 那增菌类就会比平常多五到六倍 这一台由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捐赠的监检车 接下来将前往第二站六清工业区 监测空气品质背景值 并会长期停放在高雄随时待命 记者你们陈立峰澎湖报导